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这个档案中有一份姓名清单 我希望从这份清单建立个别的工作表,并且每个工作表的名称就是这些姓名 请注意,这份清单并不是以字母顺序排列 Hello everyone 可以使用枢纽分析表建立,也可以使用VBA来完成 许多人对于VBA有些抗拒,包含我自己 就优先使用枢纽分析表,来建立每一个工作表 将游标放在资料范围内,点选插入,枢纽分析表 会出现枢纽分析表对话框 由于资料不多,我们选择放在已经存在的工作表 再将唯一的资料栏拉到筛选方块里 点选枢纽分析表分析 显示报表筛选页面 按下确定 就会看到工作表已经自动产生 但是,问题来了 这里所建立的工作表顺序是依照字母排列顺序 这违背原本清单顺序的意义 但是它确实帮你建立了所有的工作表 到这里,如果这就是你要的 那么就可以下车离开 这个排序的标准又是什么? 再举个例子 我们用星期来作为资料清单 刻意选用Tuesday作为开头 做完相同步骤后 发现工作表是由Sunday开始 可见Excel在建立工作表顺序是有依据的 排序的结果就呈现在筛选清单里 而工作表顺序就是依照筛选清单建立 回到原来的姓名清单 当Excel无法判断顺序的时候 就依照字母顺序排列 如果这时候还是坚持要使用原有的顺序 那么就只有使用VBA来建立工作表 可以很方便的上网找到相关的VBA 将VBA代码贴入VBA编辑器里 并且执行这个聚集 依照指示操作 很快的就可以建立工作表 如果你接受这样的做法 就可下车离开 其实枢纽分析表的排序问题并非无解 必须要提供排序依据 它才能依照这个依据去做排序 点选档案 选项 进阶 往下拉动卷轴 就会看到编辑自定清单 在下方 汇入清单来源 选取资料范围 按下汇入 并且新增 它就会形成可辨识的排序清单 这时候插入枢纽分析表 就会看到筛选清单的排序 与原始清单相同 按下显示报表筛选页面 就会看到工作表依照顺序产生 你会想终于可以下车离开 我不需要使用VBA也可以达成 有注意到VBA产生的工作表内容吗 工作表内容少了姓名 如果你熟悉无敌的VBA 当然也可以在程式码中编写 如果你不懂VBA就只能个别填入 影片一开始提到要建立一套资料档 但是这样的资料排序 实物上并不方便 通常会在伴随一组数字 要将数字与姓名同时成为工作表名称 需要将数字与姓名组合成一个字串 由于数字长度的原因 加上了Text函数 记得要将这一栏的公式改变为值 公式不会被枢纽分析表所接受 插入枢纽分析表 将新增的字串栏位拉入筛选方框 将另外数字与姓名栏位拉入栏方框 这时候显示的枢纽分析表 会呈现数字在上 姓名在下的形态 将加减按钮取消 报表版面配置选择以列表方式显示 总计选择关闭列语栏 小计选择不要显示小计 按下显示报表筛选页面 就会看到工作表依照顺序产生 要注意每一个工作表的内容都还是枢纽分析表的形态 需要将它转换为值 选取第一个工作表 按住Ctrl 再按下工作表标签左边的方向键 就可以快速跳到最后一个工作表 按住Shift 点选刚刚所产生的工作表 就可以将这些工作表同时选取 点选表格左上角 选取整个工作表内容 并且复制、贴入值 点选每一个工作表 会发现内容都已经转变为值 由于现在依旧是选取这些工作表 调整作用中的工作表内容 就等同于调整所有选取的工作表内容 不管是在第一个工作表 或是第五个工作表 只要在任何选取的工作表中动作 都可以套用到所有选取的工作表 贴入固定表格后 就可以完成资料档的基本内容 有任何问题 或是想要了解Excel的功能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需要将所有工作表 编成一个目录 也可以点击右上角连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